这不是世尊的摘星手吗 而且手法极为老辣和纯熟 绝不像故意显摆的 英副教本作约翱你了 感动 频道可是一直站在旅乐这边的 副教当真是心胸宽广 罗轩 一个手环就把你收买了 你这个叛徒 这这么就一个功法 小爷教导个屁啊 还得继续呼喲 来来来 有没有拥有水系功法 和土系功法的道友 怕没人上来 小英红开始卖力 介绍起自己的法宝 大家先看看这件法宝啊 明海青天平 后天法宝 功能可无限蓄水 有人想要吗 没有的话 本副教就介绍下一件了 慢 英副教 本仙子想要 你怎么可以 把自己的功法透露给别人 你傻不傻 放心吧姐 她就是看了也学不会 当年小妹可是在北明海底万年 才有所感悟 正常人根本不可能学会 你有啥秘点功法呀 给 你自己看 那瓶子给我 在归零这个金船带头下 很快小英红就兑换出去了三十来件法宝 好了 本作对你们的所学也有些了解 现在正式指导 罗轩 你第一个 嗯 这才多少时间 这指导个屁啊 副教 贫道这两本功法都已然大成 不知你要指导什么 压制境界 随意攻杀 本副教若是 后退半步 再赠你一件法宝 小罗子 小爷可是知道 你被龙级公主水系法宝 压制得死死的 这还不 轻轻松松拿捏你 请赐教 天衣中水悬光盾 副教 你怎么会归零师姐的秘法 嗯 这怎么可能 本作的天衣中水悬光盾 他怎么也会 本副教 关你一声轨迹 终将陨在水之一道上 今日 你我有缘 便教你破局之法 能领悟多少 全看你自己的造化 请副教主不吝赐教 小归零 用你的天衣中水 本副教现在 指点你一二 罗轩 你看好了 天衣中水可吸收一切热量 副教 您可小心了 顿时 多道水龙卷 直扑小阴红而去 刹内间 空中雪花纷飞 这危急时刻 小阴红竟然 还超空装了个B 罗轩 水克火 但也未必 就是火的对手 看好了 副教对火的运用 这控火的手法 居然远远超过了本作的理解 我得好好感受一下 副教主 我误了 用火造岩浆 火土向荣 而土又克水 如此一来反而能借土气 压制归零师姐的水 妙啊 这叫解释 解大帝的事 懂了梅罗轩 贫道以前一味不予水斗 今日多谢副教指导 罗轩定然勤家言习 这深刻之法 不让副教苦心白费 明白就好 起来吧 小归零 你命中有蚊虫一姐 小心四肢和头部 可惜本副教这 也没有好的破解之道 你先退下吧 嗯 蚊虫之节 这可如何是好 因副教 你秀为惊人不假 贫道也承认了 可如今天即一也 算算小事还可以 推延命数 怕是有些牵强吧 嗯 本作身在风神局中 早已感应到自己早晚将有意解 只是不知是何结束 这种机会必须要抓住了 凡请副教主帮贫道算上一挂 只要尽力 这先机玉体的功法便赠于副教主 里头还有贫道研究的速成法门 正适合归零世界 不愧是财神爷 这出手就是大放 别人都是来换法宝 他直接白送 只求一挂 佩服佩服 正所谓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赵兄弟 本副教必须给你安排个 吊炸天的一挂 嗯